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11月14日星期一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历史性的中美两国元首首次面对面会晤 于印尼时间周一晚上8点48分结束 历时3个小时12分钟 而拜登与习近平上一次通话 是在今年的7月28日 当时的通话时间持续了2小时17分钟 中美双方分别派出由高级官员组成的重量级团队随行 陪同拜登参会的美国官员 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 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驻华大使伯恩斯 印太事务协调官员坎贝尔等等 而陪同习近平出席会晤的中国官员 则有丁薛祥、王毅 即将顶替刘鹤的何立峰 外交部副部长马昭旭 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等等 都是一些我们在中美新闻中常常听到的名字 拜登表示与习近平相识多年 保持着经常性的沟通 但是无论如何也代替不了面对面的会晤 拜登当面祝贺习近平在此连任 从官方发布的各种照片来看 喜白二人笑脸盈盈 就像多年老友 习近平在会议上指出 当前中美关系不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不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 中美双方需要探讨新时期 两国正确的相处之道 推动中美关系 重新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 习近平还介绍了刚刚结束的二十大成果 称将会坚定不移的把改革开放进行下去 推动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 当然在这样的场合 中方还是要强调台湾问题的立场 新华社称习近平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基石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能越过的红线 而与习近平对话三个小时之后 拜登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他不相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短期内有袭击台湾的计划 而就在上个月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一再重申 他认为中国领导人不再接受现状 中国将会加速两岸的统一 拜登说 我不认为中国方面 有任何迫在眉睫的 要入侵台湾的企图 我绝对相信 不需要有一场新的冷战 拜登在谈到习近平时还补充说 我没有发现习近平变得更加有对抗性 或者更加温和 他一直就是这样 直接而坦率 拜登说 中美将会激烈的竞争 但我希望负责任的管理这场竞赛 习拜会结束之后 两位领导人同意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会访华 以跟进元首会谈的成果 拜登说 布林肯将会前往中国 双方同意 让高级官员进一步讨论 会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的细节 而习近平与拜登会晤之后 本周还将马不停蹄的会见 日澳两国领导人 周一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确认 将于本周二与习近平在G20峰会期间 进行一对一的会晤 此次会面将成为澳中两国最高领导人 时隔六年的第一次正式会晤 大家最关注的问题就是这次会晤 有多大希望可以推动中国取消 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和贸易壁垒 对此 阿尔巴尼斯回应说 我带着善意参加这次会晤 这次会晤不设有任何的先决条件 近年来 中国对澳大利亚采取的贸易制裁和贸易壁垒 导致澳大利亚出口商 每年损失约130亿美元 阿尔巴尼斯表示 能够对话就是一件好事 关于与中国的关系 我们应该在我们能够做到的地方进行合作 中国外交部则确认中澳领导人的会面 称会议将朝政互利共赢的目标做出努力 推动两国之间重建互信 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轨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最高发言人松野博一 周一在记者会上透露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与习近平将会于17日 也就是本周四 在泰国APEC会议期间举行首脑会谈 这也是三年来 首次面对面的日中首脑会谈 日中首脑此前的最后一次会面 是在2019年12月 岸田文雄表示 日中有必要构筑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关系 两国外交和防务部门 也有进行多层级沟通的必要性 日本媒体报道称 预计的会议议题将会包括 中国船只驶入钓鱼岛附近 有争议的海域问题 中国军队8月份 将日本专属经济区发射5枚导弹的 台湾相关问题 岸田文雄可能会提出 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 而两天前 岸田文雄在柬埔寨参与东盟峰会期间 已经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站着交谈了几分钟 两人确认希望日中合作 发展稳定关系 另外 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最新预计 由于美国就业市场保持弹性 美国经济有望在明年 勉强躲过经济衰退 但是英国和欧元去经济体 恐怕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根据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在周日发布的一系列报告 中国在封锁边境近三年之后 有望重新开放 这将带动中国经济和其他亚洲新兴市场的复苏 不过报告说 价型风险依然存在 预计明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2% 这一数字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最新预测的增长2.7% 摩根士丹利预测 明年发达经济体将会处于或者是接近衰退 而新兴经济体则将温和复苏 但是他表示 全球整体回升可能仍然难以实现 摩根士丹利还预测 中国经济在2023年将会增长5% 超过新兴市场3.7%的平均水平 而全球10个发达国家集团的平均增长预期 仅为0.3% 报告表示 美国经济在2023年只是勉强躲过衰退 但是由于就业增长明显放缓 失业率继续上升 软着陆的感觉也许不是那么软 预测明年美国经济增长仅为0.5% 报告还补充说 2023年紧缩政策的积累效应 也会蔓延到2024年 导致这两个年份的经济都会非常疲软 同时摩根士丹利还预计 明年全球股票债券都会出现反弹 建议投资者停止持有现金 分析师预计 美元正处于最后一波上涨行情 本季度就将见顶 然后在明年下跌 美元对日元可能已经见顶 大摩预计 明年亚洲汇率将会复苏 建议人们沽空美元对离安人民币 沽空美元对泰铢 那么以上仅为摩根士丹利的分析 与本台立场无关 还请大家自行斟酌 而随着习近平近期松口 首先允许在华的外籍人士 接种mRNA疫苗 莫德纳宣布将在香港成立办公室 为香港和大湾区 扩大生产mRNA治疗药物 莫德纳周易表示 将把mRNA技术方案 扩展至香港及亚太地区 扩大生产mRNA治疗药物 贡献给香港和大湾区的更广泛的地区 莫德纳香港公司表示 除了用于对抗新冠病毒之外 mRNA技术还将应用于其他的传染病 罕见病 心血管疾病等等的研究 莫德纳于今年2月宣布 将会扩大在亚洲的商业网络 并且在亚洲多地增设自公司 这次安排正是他的业务拓展计划的一部分 以上就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